为什么日本少傅请你喝茶千万别去 这天你在京都的日本好兄弟邀请你下家做客 他的妻子出来迎接你 你们聊得正开心的时候 好兄弟有急事暂时离开一下 只剩下你跟这位美丽的夫人 你们继续愉快的聊天 你觉得气氛正浓的时候 这时对面的夫人无此微笑 说了这么久都累了吧 要再来杯茶吗 这时你的选择会是 好呀好呀 让我来尝尝夫人的手艺吧 B 实相的告辞走人 C 太太 你也不想你的丈夫 这男人当然选B啦 选其他选项都给我好好反省 今天说这话实相的意思就是 差不多得了 你可以结束了 这回答当然应该是拒绝他 不用了 待这么久也该走了 很多朋友就会说了 啊这太难懂了吧 又不能直接说吗 日本人说话特别委婉 不喜欢把坏说权 这一点和日本人不想下他人面子 怕给他人添麻烦的社会氛围有关 比如我心情不故做的视频快过三天 你今天就是要白嫖 我看谁要拦我 这种直接的说话方式 一是出的事不好甩锅 怕承担责任 二呢是他们比较在意听话人的感受 觉得这种说话方式啊 会给对方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和负担 也是 大家来看我视频已经很高兴了 如果还想要点别的奖励 应该怎么说才好呢 这就需要大家细评了 这里好像有一个点字的按钮 如果长按的话 好像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呢 论说话圆滑绕圈子 京都人觉得是日本最顶尖的那一批 一千年以来 京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 直到150多年前 也就是1868年才改为东京 在那之前 无论朝代如何更迭 京都一直是日本政治中心 那当地的贵族也好 官员也好 说话都讲究小金第一 尤其是战国时期 要是说错了话 战错了对 说不定一家子都没了 全部死了死了地坑货 现在的京都 即使不在日本的首都 也是日本的文化中心 大陆要去体验日本的传统文化 第一肯定是选择京都吧 那京都人呢 也自豪自己拥有的历史文化底蕴 对日本其他的城市 就有点忧郁感 父亲呢 喜欢说话拐弯抹角 而且呢 阴阳怪气 比如 面对远道而来的外地人 京都人都会说 哎呀 从那么老远的地方过来呀 你以为他是 好客圣东欢迎您 不不不 人家的意思是 京都以外都是乡村 你呀 乡里来的吧 气不气人 日本人自个儿都受不了 嘲讽京都人阳怪气 应该翻译为 意思是 京都人啊 竟是一些喜欢嘲讽 挖苦别人的家伙 快走快走快走 在复习下开通了个 问你要不要喝茶的例子 还有另外一种感人的方法 当京都人在谈话时 夸对方的手表好看 这可不是在夸你 他的意思是 你可真能说呀 看这几点钟了 差不多得了吧 这时候 终于的选择应该是 从善如流的结束对话 啊我不打扰 我走了 京都人到底有多样关系 比如你吃饭的时候说 你吃的真香啊 你可别以为是在夸你 实际上是在说你 吃相也忒难看了吧 听不懂就算了 听懂了真的气不气人 再比如说 京都人夸你 你看得真时尚 在中国 这两句最多最多 就是平平无息的场面语 敷衍一下 但是京都人说这两句话 言下之意就是 你穿的好土 或者别人都不这样 就你这样 京都人好像就喜欢这种 拐着弯的夸你 再不动声色的挖苦别人 那几个神啊 你们骂人可真高级啊 灵霄是不是跟你们学的 我们再来做一个假设 你邻居家的小孩 最近在学钢琴 每天早上练琴 吵死了 这回来会怎么做呢 A 直接敲门找邻居 B 一个人默默忍受 流泪到天明 C 放他耳边说 增作假装 B 买个光堂舞影响 每天能量开到最大 创成全世界 京都人的回答 则是见面水鬼晚的说一句 神经错一点的 是不是真的以为 在夸自个小孩 感觉接下来 就应该笑着白手谦虚的 哎 哪里哪里了 京都人是绝对不会 直接说吵死了的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中国呢 也有类似高情商的这种说法 灵力之间就算有摩擦 直接上门说 也会更加委婉 客气一点 在人机交往方面 跟日本还是有点 类似的地方呢 比如说客人来到家里做客 临近饭点 长辈们总是客气客气 哎呀 这个点呢 就留下来几吃饭吧 客人们总说 不了不了 待会还有事 或者说已经做好了饭之类的 小时候没察觉 长大之后才发现 这不就是变相忠实的 要不要来一杯啥呢 实际上就是双方 心知肚明 这个借口来结束社交 再比如说 过年收红包 总说 哎不要不要不要 太客气了 呃 是真的不要吗 好了 今天就能到这里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学费了吗 这里是八年介绍店的 日老师研疑 关注我 下期待你继续